高等教育部早前发出指示 大专学府所有教学与学习活动 以线上方式进行 直到年底12月31号 大专生居家学习 每个学期缴交的学杂费 是否就能减免呢 高教总监南都斯里·穆斯达法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他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指出 眼下大专生并没有使用宿舍 体育设施 实验室 课室等等 因此政府会考虑落实费用减免措施 根据全国学生咨询理事会 将近八成的大专生已经回乡 没有使用校园设施 高教部也着手研究 学费减免的课题 穆斯达法预告近期就会有好消息